我们上一回来特别说她是今天有画 眼线 还有带假睫毛的袁雅伦 欢迎你来 对 对 啊 你不错啊 好 袁雅伦 您好啊 我们先开张照好不好 好 先让媒体面有没有补救一下 好 谢谢 我们请要从这个左手给看一下一下下来 谢谢 好 左前方看我一头 中间前方 谢谢 别忘了我们右手边的朋友也帮我们照顾一下 谢谢 好 右边往后 再帮我们回到中间前方 谢谢 好 右前方 没问题 然后中间往后再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 左手边部分媒体还有在位置上的 都很辛苦 今天一早就来了 好 都有拍到了吗 没有拍到的话麻烦请再提 好 右边再一次 好 谢谢 不会忘记你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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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中间 好 这就拍到了 谢谢 我们请叶阿伦和我们现场媒体妹 我们先打的是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 没有 我是叶阿伦 对对对对 今天实在是 没想到更好的那个 自我介绍的词 就用了一个叫白痴 哈哈哈 不过刚刚颁发的这个奖项也是新人嘛 刚刚在台上也特别讲到说 如果站在一个台上要颁发新的奖 感觉好像说自己在 终于还是轮到我 哈哈哈 以一个乐汉前辈的身份 对对 但事实上其实还有更多前辈啦 只是他们可能更忙 就没办法办这个奖 就交给我了 那刚刚在台上办这个奖的 心情怎么样 心情啊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 我觉得最近这个华语市场里面 音乐市场里面 多出了很多很多很棒的 乐风跟曲风 我想每一个新人 从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凸显自己 贴近自己灵魂的风格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比起以前可能 我们那个年代包装比较多 可能要还有一层一层的 就是让大家慢慢的发现自己 或是找寻自己这个路程 会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我觉得现在他们 因为这个市场的包容度很高 然后大家听的曲风也很多 在办法新人奖的时候 看到每一个 像BCW 还有我的师妹 K1CC 他们都是很不一样的东西 的确是 现在这个很多不同的这种音乐 而且像非常贴近自己 能够活络 华语市场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没错 而且让这个所有的听众 更为有福利 就是哇 听到各种不一样 而且都是华语相当悠久的一些 没错 那刚刚有颁发这个奖 给这个 自己的师妹 K1CC 对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鼓励 还有什么建议给她 我其实在公司 已经偷偷有跟她一些 小合作了 对 然后 她的唱腔是非常黑的 对 所以我以为 我感觉她在美国 应该是住在那个 黑人社区 他就有把你收到 街头的东西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 唱腔是一种 没办法 有时候是一种天分 有时候是一种 生活环境造秀的 所以 要模仿 模仿不来 我让她 我跟她有一点合作 是在做demo上面 然后让她唱了一段 那一段我就觉得 哇 浑然天成 然后帮我的这个demo里面 加了很多的 音色跟色彩这样子 那经过这样的合作 会不会也感染了你 以后的音乐风格 会不会很不一样 其实自己已经在做 一个蛮大的改变了 哎呦 希望大家看到 更多不同的这个 严雅论 当然其实今天来到 黑道流星院长 但是后面还有表演 对不对 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有什么特别的表演的 特别的表演 经验 我应该就是除了 换一套衣服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 大家给她看就知道 好像要卖个关子 因为能讲的不多 所以一讲完 可能就没了 所以还是赶快 要大家用眼睛来看 有耳朵来演 因为现在很多人 在表演 要赶快让他们看一下 好那你也赶快 换一下衣服 待会为我们黑道流星院长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亚伦 谢谢